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博之与身边的杨宇盈 袁珊珊 杨成林 王欧三人的身材状况明显有很大的不同 据悉在录制过程中还频频要求休息一会儿 王欧曾在直播中表示张博之因为太爱吃螺蛳粉而有些变胖 但有很多人表示不幸 前段时间张博之屡次被传闻已怀了第四胎 从很多路人拍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的肚子的确是变大了不少 有专业人士猜测他已经怀孕30周左右了 不过呢也只是医生的目测而已 没有证据表明张博之的确是在孕期 这段时间张博之被爆孕度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久前呢他在菜市场买菜肚子也非常的大 不过他本人曾澄清了传闻 表示裤子里面穿了另外一条裤子 并且呢裤头很大所以才会显得胖 张博之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二以来呢 几乎每一期都能提一个热搜 张博之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呢 几乎是每一期都能有一个热搜 天赐神言唱跳双废滑水大师等等 诸如此类的标签源源不断的出现在张博之身上 不折不扣的话题女王 在一期的访问中主持人问张博之怎样看待网友的评价 张博之说 我不希望大家过多关注我的颜值 我的唱跳确实不行 我在意的是 我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问心无愧 言下之意就是 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觉得自己好就OK了 张博之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永远呢都活得那么真实自我 肆意潇洒 张博之生于1980年 在香港的一个复杂的家庭里 他的父亲呢 是被人称为江湖猛人的张仁勇 活跃于香港游马第一代 中日沉迷赌博打架斗殴 偏有豪情万丈 爱接济所谓的江湖兄弟 母亲是一个混血儿 嫁给张仁勇之前就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中日不务正业 大半的花枝招展和朋友吃吃喝喝 根据张博之的回忆说呢 爸爸妈妈每一天都在吵架 我们一开始会很害怕 后来慢慢的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张博之9岁那年父母正式离婚 他和两个弟弟一起跟随母亲生活 几年之后母亲带着张博之来到澳洲 母亲没有任何生存的技能 混进于几个男友之间呢 获取生活费 而张博之就开始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13岁的张博之一边上学一边工作 有时呢是别人家的保姆 有时呢是餐厅的服务员 有时是草坪的减草员 家庭温暖的缺失 年纪轻轻就被社会所荼毒 让张博之变得独立又自我 也变得叛逆不羁 15岁就开始抽烟喝酒 纹身穿孔结交男友 成名之后的张博之从来都不忌讳 别人说他的家庭 也从没有抱怨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影响 更是以一己之力扬起全家 前段时间 谢霆锋做客微雅的直播间的时候 他的话风和我们不一样的斗转了一下 说起出轨呢不能忍 说者有意 听者更是有意 并且将这句话直接关联到了张博之 将张博之的陈年往事送上热搜 网友们猜测 这才是谢霆锋当年和张博之离婚的原因 而并非因为官宣的性格不合 有人深挖到谢霆锋和张博之两人 因为当初呢 离婚协议上上面赫然写着 张博之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情愿放弃三亿资产 而谢霆锋呢 按年付120万元的抚养费 并称之为两人离婚后 共同抚养孩子 明眼人呢 都能看得出孩子是张博之一人在养大的 谢霆锋所谓的共同抚养 只不过是给了抚养费而已 并且在张博之带孩子的同时 谢霆锋和王妃正陷入复合的热恋之中 俩儿一起呢 像老夫老妻一样 喝茶煮饭 弹琴 还一起在滑雪场上畅游 不知道有多快活 难道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觉得 只要花了钱 就是一个秤职的父亲了吗 张博之呢 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二的时候呢 因为组队这件事被很多队长拒绝过 因为张博之虽然很美 但除了美 似乎很多方面都有所欠缺 声音不好听 是公鸭嗓 跳舞没有经验 怎么练呢 都没有别人有感觉 所以呢 为了整组队员的排名 队长是不敢轻易选择张博之的 甚至有很多的网友在网上直言 赶紧退赛吧 面对这样的画面呢 那因无比同情 张博之站出来了 给张博之一个拥抱 并且邀请张博之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有网友很诧异 那因作为王妃的闺蜜 怎么会对张博之这么好 其实呢 那因早就被张博之种种行为所感动 早就不是那个对张博之说 我没投你的那个人了 在训练休息闲聊的时候 那因说 那天在排练场 他给了一些饼干张博之 等张博之尝后呢 说好好吃 并且表示 他的儿子们也一定会喜欢 所以就把饼干包好 放进包包里 准备带回去给孩子们吃 那因说 张博之的心里全是孩子 已经没有自己了 张博之 确实做过很荒唐的事情 但是做妈妈这件事上 谁都不能说他半句不是 在单亲妈妈这条路上 张博之又当爹又当妈 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牵着孩子 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孩子身上 谢霆锋说过 很感谢张博之 没有在孩子面前说过他的坏话 但是孩子们心中谢霆锋 只是可以用他来代替的一个人 之前呢 有记者采访了张博之的大儿子 卢卡斯 谈及对谢霆锋的时候呢 卢卡斯表示 我不后悔妈咪和他分开 他配不上我妈咪 我跟弟弟很少能看见他 因为他很忙 我生病了 弟弟发烧了 只有妈妈陪伴我们 卢卡斯从头到尾 没有说过一句爸爸 所有的爸爸 儿子呢 都只用了一个他来代替了 想想当年当一家人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候 都是张博之抱着孩子谢霆锋 只顾自己装酷耍帅 而且在谢贤宣布自己的遗产呢 将留给孙子们的时候 谢霆锋大怒 是张博之站出来 说自己能养活孩子们 不会让他们吃苦受累的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 张博之哪怕工作上有再大的阻碍呢 网上有再多的谩骂 他也要坚持下去 因为他是孩子们的靠山和依靠 是孩子们的天 如果他倒了 那孩子们怎么办呢 有网友发现在 乘风破浪的姐姐儿中 张博之谈及了自己和家人的重要性 他谈言自我第一位 随后是孩子与父母 伴侣在他心目中是排在最后 似乎是最不重要的那一部分 张博之称 如果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 我就不可以保护我最爱的小孩跟家人 伴侣就谁管他 在谈及伴侣时呢 张博之连连摆手一脸无所谓的态度 甚至还闭着眼睛低下了头 张博之说了这番话的时候呢 杨云莹甲青等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他的观点也引发了在场姐姐们的深思 而提及伴侣时 大家都被张博之无所谓的态度逗笑了 现场气氛相当欢乐 看到这一段呢 有网友表示都是受过磨难的女人 还有人很欣慰的评论呢 张博之说他终于清醒了 张博之已经40岁了 他年轻时凭借着青春靓丽的容貌呢 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并且呢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女神 曾经他与陈晓东谈过短暂的一段恋爱 分手后和谢霆锋从2002年相恋 分分合合多年 谢霆锋年轻时也是迷倒万人的男神 他在某次采访中透露 是张博之倒坠的他 甚至还为他端茶倒水 心甘情愿放低身份做小跟班 也许是张博之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 两人才又重新在一起了 不过张博之与谢霆锋 在2006年复合后呢 又开始了甜蜜的婚后生活 并且两人还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然而他们却是有缘无分 于2012年协议分手 此后几乎没有同框过 谢霆锋和张博之离婚后呢 重新与旧爱王妃高调和好 并且多次大秀恩爱 近年来虽然有传闻称他们两人已经结婚 但是也有媒体表示他们早就产生了情变 不过谢霆锋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晒出小猫的时候呢 有网友发现似乎是王妃家的那一只 好了 今天的娱乐第一眼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明天见